經濟恐慌的統計 台北澤民從今年到今年三個月中 牽涉性手繞皮索的相關案件 已經有五十五天 其中有一個二九月 沒頭路洗褐的男人 十分在澤民台安站 也有信義安好站 七分前來連續去 無人的收集的現場 這男人被抓到後有生人犯罪 歡迎也已經破罰 對這集看到一個路線 走出車廂 後面一個男人改變 這個男人把對方押在肚子 純粹忘記的現場 要是多走 短短三小時內 於轄區通安街與淋江街口 經眼尖遠景發現 疑似可疑對象 璇璣上前盤查 迅速查獲該名許姓犯嫌 經過調查 二十九月辛苦的男人 沒頭路 有鋒海性主注定檢戶 七分前來連續換兩件 無人現場的案件 以後八點五十七分 在這裡經過台安站 一直請來 想望這位受害者的現場 九點空四分 在在生意安庫站在台上 還跟另外一個美海人 遠逗在肚子 沒人的幸福 歡迎雖然認定 他就是衝浮法案 要是依照 強制威脅座 跟性素料 向對方 分別判 尤其就行 八個家 跟兩個家 經過統計 台北市民 性素料案件 從九年到今年三個地方 有五十五個 看起來它是衝動型的 對它來講 有特別性意含的 這個主意來觸發它的時候 那原來一個小小的東西 都會被它內在 不斷地讓去思考 這就膨大膨脹 為什麼在公共中所侵犯白人 在這裡分析 可能跟生活經驗有關 除了過期 創供的核實 出現性偏差的觀念 無法分析 那就是現實世界 也許社交機卡沒搞定問題 都容易造成這種 衝動型的性格 記者綜合不獨